上个月30号高端疫苗与越南卫生部旗下流行病学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协助完成疫苗二期临床试验 受试者的比例目前我们的规划是台湾大概是2000到2500 越南是500到1000 我们预计在12月底取得我们卫福部给我们的这个二期临床的许可之后 那么预计在三到四个月把3000个人 包括台湾跟越南全部收阻 不仅临床试验有着落 未来双方也将协助疫苗紧急授权 而越南是东协成员国之一 人口数将近1亿人 更是台商及国际制造商投资首选 这样的跨国合作靠的是过去的卫生外交基础 越南发生的这个疫情 人传人的侵流感 其实平常讲第一个受害的可能就是这个台湾 这个也就是CDC在过去20年来 因为SARS的关系 已经发展出来的所谓的区域联防 最快的将来完成这个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 业者表示最快明年5月疫苗就能完成二期临床试验 顺利上市后预估一整年能提供1到2000万剂的产量 大家新闻高领检言集台北报导